鸟巢的使命 很多人都认为 鸟巢是鸟的家 也是鸟睡觉的地方 但这种说法可能仅仅是想当然 动物学家在观察鸟类生活习性时发现 许多鸟并不在巢中睡觉 就连狂风暴雨的时候 也不到巢中藏身 例如野鸭和天鹅 夜晚时总是弯曲着脖子 将脑袋夹在翅膀之间 身体漂浮在水面上睡觉 而鹤、鹿等长脚鸟类 则喜欢站在地上睡觉 鸟既然不在巢中睡觉 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筑巢呢 原来 对大多数鸟类来说 鸟巢是繁殖后代的产房 通常情况下 此鸟在巢中产卵和孵卵 等小鸟夫出后 鸟巢又成为育儿场地 当小鸟长大 开始独立生活时 鸟巢的使命便完成了 最终被鸟遗弃 总而言之 地球上的九千多种鸟类中 大部分建鸟巢 仅仅是为了养育后代 而不是为了夜晚睡觉 很多人都认为 鸟巢是鸟的家 也是鸟睡觉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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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说法 可能仅仅是想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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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学家在观察 鸟类生活习性时发现 动物学家在观察 鸟类生活习性时发现 许多鸟并不在潮中睡觉 就连狂风暴雨的时候 也不到潮中藏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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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野鸭和天鹅 夜晚时总是弯曲着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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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脑袋夹在翅膀之间 身体漂浮在水面上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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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鹤、鹿等长脚鸟类 则喜欢站在地上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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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既然不在巢中睡觉 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住巢呢? 鸟既然不在巢中睡觉 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住巢呢? 鸟既然不在巢中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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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住巢呢? 鸟既然不在巢中睡觉 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住巢呢? 鸟既然不在巢中睡觉 原来,对大多数鸟粒来说,尿巢是繁殖后代的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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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情况下,此鸟在巢中产卵和孵卵。 等小鸟孵出后,鸟巢又成为育儿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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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小鸟长大,开始独立生活时,鸟巢的使命便完成了。 最终被鸟遗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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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地球上的九千多种鸟类中,大部分建鸟巢,仅仅是为了养育后代,而不是为了夜晚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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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巢的使命 鸟巢的使命 很多人都认为,鸟巢是鸟的家,也是鸟睡觉的地方,但这种说法可能仅仅是想当然。 动物学家在观察鸟类生活习性时发现,许多鸟并不在巢中睡觉,就连狂风暴雨的时候也不到巢中藏身。 例如,野鸭和天鹅 夜晚时总是弯曲着脖子,将脑袋夹在翅膀之间,身体漂浮在水面上睡觉。 而鹤,鹤,鹿等长脚鸟类,则喜欢站在地上睡觉。 鸟既然不在巢中睡觉,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筑巢呢? 原来,对大多数鸟类来说,鸟巢是繁殖后代的产房。 通常情况下,此鸟在巢中产卵和孵卵。 等小鸟夫出后,鸟巢又成为育儿场地。 当小鸟长大,开始独立生活时,鸟巢的使命便完成了,最终被鸟遗弃。 总而言之,地球上的九千多种鸟类中,大部分建鸟巢仅仅是为了养育后代,而不是为了夜晚睡觉。